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 我经常讲 你们看一句话 宋桥有一个女小姐 草根的生女 赵邝映那位大元帅的生女 她的后代的生女有些做皇后的 只有一个出家了 叫曹文仪 后来得到成就了 不过她回到道家里头去了 后来她出家道家什么都通了 曹文仪有一批剧主非常了不起 叫令月大道沟 我们这个不封 佛教道叫不封的话 你看她的成就 那真了不起 令月大道沟 她第一句话 我欲居真说端的 我对大家说真的一句话 我欲居真说端的 就是宋朝的白话 讲得过于脱话 端的就是说真的 那 那 那 命体原来在珍惜 人生生命的根本 人生生命的根本 地 一个挂地的地 原来在珍惜 真正不服不洗自己 那个时候 定了 命体原来在珍惜 命体原来在珍惜 人生生空不空 灵界 喊天 灵魂的灵 界 因为正字 那个正字旁 那个界 灵界 喊天 喊 喊 三叠水 那个喊 灵界 喊天 天上在天 用万物 暴露外相 生命根本 后面还很多 又是傅家的 又是道家的 又是儒家的 又是我家的 又是你家的 又是他家的 又是他家的 一大片 离大 这几位女的成就 她真是了不起 是 这叫曹文艺的 凌云大大歌 我与之间 所端的 命体原来 在珍惜 教体长生 空不空 灵界 喊天 用万物 你看看 你这边好像都是 看女仙歌 你看这叫女仙歌 大仙歌 当日于此业 我们这些公仙歌 不晓得如何 仙歌 哎 这个问题打完了